西湖镇湖南国小原有图书室 藏书阅读功能空间不足 杨明修、杨明聪及杨景森先生 扩大已故首任校长杨炭的爱心 将奖助学金增至800万元 筹办杨炭纪念图书馆 四日上午正式启用 精彩请掌声鼓励 杨炭校长是我们民国34年 也是我们第一首任的校长 长期以来真的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他的子女可以说事业有成 回馈地方 从他们开始创设杨炭的奖学金 一直到从兄弟杨明聪跟杨明修先生 以及他的孙杨景森先生 共同捐资800万元 希望能够把爱心更加的发扬光大 来筹设我们图书馆 有这一座亮丽漂亮的图书馆 不但丰富了我们学校 还有我们社区教学的资源 也增加了让我们民众 一个阅读休息的一个场所 那这么这一栋漂亮的建筑物呢 不但可以串联着我们中央公园 还有我们的堂长 做一个串联 相信会来带来更多观光客 存在一个感恩的心 其次社会 用自己社会 回馈乡里 我五书也很希望说这个图书馆 能把它社区化 让教会更多的学士 能有个读书的环境 很感恩 也很感谢 县长王惠美与来宾一同欣赏 杨明聪先生35幅油画作品 并DIY纪念凶章 杨炭纪念图书馆 是一兼具教育与美感的图书空间 不仅提供全体师生使用 更将资源与社区民众共享 造福更多喜欢阅读的民众 公益频道 林义俊西湖采访报道